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大家好 我們是電晶義系的同學 這是我們的情報報告 因為我的 不然他重感的話我沒有聲音 所以現在這個程度是我來講解 我們其中的時候也說過 我們是要介紹這三種方法 就重解一樣是要聽力 但是 雖然說聽力很重要 然後我們也知道說 就是要像嬰兒一樣 一直聽一直聽的話 多一點應付的話 那等你奧布的時候 就會有很好的表現 那我想 畢竟有時候還是難以理解說 當年我們當嬰兒的時候的感受 所以這三個方法是 台灣的 台灣的教授 在台灣教書的教授 他們使用的方法 那第一個部分 背重法的話 一樣就是要背 背文章 跟以前我們寫作文條要背 背文章 然後是選擇好的文章來背 那 這個教授他選的是 李韻大公天的英文版 我那時候背的時候 其實還蠻好聽的 其實還蠻好聽的 挺 我意思 自己唸起來 自己覺得很好聽 可以這麼說 背到後來 我連中文都忘記 那有一句 Therefore people do not reply only their own parents and parents nor their own children and children 這句話背完之後 我剛才問我的同學說 欸 請問這中文是什麼 然後特別碰到 就是什麼 故人不 不讀親其親 不讀子其子 對 之類的 對 所以像這樣的句子 像裡面也有一些文法 在裡面像 那 加動詞 然後弄詞 像這個句型就放在裡面 那你背熟之後 那你就自然會動詞 那我裡面也有示範一下 我雖然 超過70秒 我還是有背完 那下面這個是影子法 影子法的話就是根筆 那裡面我們也有造步驟 我們的說明是用英文 但我們旁邊是用中文的 讓同學比較方便文字 那我們的示範是用 Modern Family這個影集 對 那這影集就是美劇嘛 那它一集只有 大概半小時而已 所以可以每天拿一集來看 非常好笑 對 那你就是跟讀它 就是第一遍 你可以先看 它可以把字幕削掉 你就先看 欸 我就無法 不然很耗手 然後你就可以跟人它捏 它捏一句 你就可以捏一句 反正它的語調都很誇張 就是我們 雖然我們學生 比較缺乏 就是語調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跟人它捏 就可以學它那些語調 那最後的方法是回音法 回音法的時候就是要 就是要聽很多遍很多遍很多遍 有一點點像是剛才 前面有個報告是Frogan 像裡面他們家的小孩 他根本就 其實根本也看不懂那個字 然後你問他 Frozen這首歌唱完十一遍 他根本也知道 他就覺得 好聽啊 所以我就跟人家唱 所以他可以把音學得 非常非常的像 比我們這些大人看的字幕 唱還要更像他的發音 所以這個方法就是 比較像樣 你就是一直聽一聽 然後聽到 你腦海中 你這樣回音的時候 你就把那個回音發出來 你 欸 你說 做到這個方法的時候 我覺得更好是你可以自己錄音 因為通常像 唱歌舞音不全的人 通常不知道自己唱的 舞音不全 你錄下來之後 你才會發現 原來我唱這個舞音不全 那現在像這個方法 你在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錄下來 這樣你就會發現 你一開始的發音 跟你使用悲露法完之後的發音 是真的會不一樣 那我們的示範也有 就是照前面的步驟做示範 然後有取一些比較長的單字 然後做念的練習 因為一般我們不論是用PKM標 或是用自然發音法 難免也還是會有一些錯誤 那你唸 你第一次先自己唸 然後再聽標準 多進幾片之後 你就可以唸跟標準一樣 那單字的話 是可以用線上的電子詞 可以做練習 那句子的話 一樣可以用秉級啊 或是一些你喜歡的演講啊 來跟著唸 做練習 那以上前面是我們 就是示範學英文的部分 那最後 最後 最後我們有 再拿以上的方法 來實驗一首法文歌 對 就是表示說 不算表示好 就是實驗一下 以上的方法真的可以 把我們的發音變得很好 好 兩位有沒有還有人記住 一點點 一點點 就今年才開始學英文很好 那以上是我的介紹 我們的方法都是從 有一個網站上 就是算 借取他的經驗學案 我裡面有介紹 不過我到時候會再放在這個 下面的地方 那有興趣 如果拿著看我們 在上面搞笑的話 可以直接去看那個網站 也是一個很棒的學習 好 兩位同學 你們是大幾隻 好 大四 大四 我其實第一次看到你們的那個實驗 我很驚訝 我覺得 一看就知道是 感覺是有受過科學訓練的 學生 連那個語言學習都要來測試 拿著那個表 比如說這個大概不是自動 就是電擊 就有一場 可能是電擊 我覺得很有研究的那個精神 如果你有一個方法 那你想要去生理其境 然後你 你會把你的規格 講得很清楚 好 所以看你們的presentation 其實像是 就等於是在上課一樣 非常清楚 我覺得你們報告的 報告的相當不錯 好 我推薦大家去看一下他們的 如果 我們都有把王室公司 你覺得哪一個最有效 我跟你講 我在我的感覺 那個回音法 就是我一直在講 就是 又會產生 sound image 在腦中 會有一個記憶區 會儲存 那個感覺 回音法 那如果就是你先用回音法 練習慣那個 對啊 我也是覺得這有效是回音法 但是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聽久了會覺得 可能什麼回音他搞不太清楚 他可以先用影法 也是算比較 圖片性比較好用的 練習 好 好 那謝謝 謝謝兩位分享 好 好 接下來 同學有興趣想今天報告 沒有 我們後面越來的時間 就越少了 有 沒有 這區都沒有嗎 我剛剛點了 那個喜歡玩電的 要不要講 還是你啊 有沒有 那個你啊 你歌曲對不對 你也會想要自己講 其實不用準備 你下次也不可能準備了 就上去講 老師就記錄 喔 你被禮拜了 想要臉痕 好 沒有了 我就不管了 好 好 上去吧 我感覺看完 你的啤酒 啤酒稍微短了一點 六根多少 對不對 幾號 你已經是誰了 十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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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號 不是不是 我說在補別上是幾號 編號 九十三號 九十三號 好 好 九十三號是林俞喬 我聽他的Precation印象也非常深刻 因為他是一位音樂老師 所以他的整個主題 就把學語言跟學音樂的過程 做了一些反思跟比較 我聽完有點意猶未盡 因為他有六分多鐘 所以我決定要讓他 再上 好 就是因為我上了這堂課 我就抓住老師 這學期最想要教我們 就是Lessoning 就是透過聽再去 就是透過聽這個input 再去有說的這個output 然後我就想到 我在教音樂的時候 我也很希望我們的學生 是用這個方法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有學音樂 然後也都很喜歡 聽歌但是不知道 就是不一定是每一首歌 他都找到譜 然後你有時候聽到這首歌 你好喜歡的是 你就說阿沒譜啊 就不能彈啊 這樣子不是 就是覺得很掃興嗎 所以我就 我自己之前都這麼覺得 所以我就會 自己試著去聽 用聽 聽歌去聽 然後自己去抓那個音 然後去寫 寫下來做筆記 就比如說第一次先聽他 聽他的歌詞是什麼音 然後再去抓他的和弦 然後就是有些人可能 就我可以一聽就知道是什麼音 但是如果不行的話也沒有關係 你就可以去try 用現場示範吧 那裡有鋼琴嗎 那裡有鋼琴嗎 就是 但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歌耶 老實要點歌啊 就五月天的 你唱五月天給他聽 因為他可以點歌 可以唱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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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星空 星空 我都沒聽過 他自己有 這樣才是真的有經驗 星空嗎 對 是真的 那你不記得唱歌嗎 可以唱歌嗎 你不記得唱歌嗎 你不記得唱歌嗎 XING 那你可以唱 XING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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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媽媽說 睡不著的時候 就看在天空裡 找到這兩個來的星星 不發生 就會是你的美光 要是你的美光 你的美光 然後這個時候聽到我就會再次打他的力氣 我會再次打他的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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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首歌很不太熟 這種事情大概做個十幾二十次都不為過 然後我要來彈囉 好 我們把他寫到這裡 然後就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自己再加入你的牌號啊 或是俄選什麼的 然後昨天我來分享一下昨天的成果 就是昨天有一場婚禮 然後婚禮的限制 我就不想要就是大家唱到爛調的那種限制 那是教堂的婚禮 然後我就自己上網找到了一首歌 就是他只有 他只有 就是他這個是 那個作曲家專門為那一對行人寫的 所以他就沒有在分享他的舞 他就只有那一天現實的那一個錄影檔而已 然後我就聽了那首歌 然後我就聽了那首歌 然後因為那個限制我是要帶我的學生們 就是我小朋友要去吹子弟 然後因為他那首歌的元Key是D大調 D大調 有學官員都知道他就有兩個生機 那對於小朋友來講就是不太容易 所以呢 我就把他就是降成這樣一個拳音了 就變成C大調 就變成沒有 沒有身價就比較容易 就是也是可以在做這種 對自己比較有利的手腳 不一定要知道你聽到什麼 然後等他你這 你會聽到他還有小提琴伴奏 走 要出來喔 小提琴出來了 然後就一起往這個小提琴 順便抓一抓 我安排 尚提琴對我說 如今我的人覺得是 沒有 Joanna wants 差點為新高 呢 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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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问问题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提琴是谁打的? 老師你知道你还问 好啊 曲冠群吗? 对 好 好 就是我是抓到老師教的Listening 那Listening其實不是只是在學習語言上可以用 那學習音樂上也是可以帶給大家自己的很大的保護 這邊跟大家分享 好 我覺得妳的議題非常好 她是說要用人的力量的力量 去把音樂的音樂 在音樂上的音樂 這就是一個比較像聽到中國的音樂 妳可以寫下中國的音樂 這是很難的 because you need to listen a lot of time re-listen, and pause, resume and correct but people who try this method will find that your memory becomes better you can keep a short tune and do the mental transcribing that is a lot of training 所以这可能不是只是听了 这就是用选择的方式 能够更加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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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一下 订阅一下 然后订阅一下 它是用来的音乐和语言 订阅一下 93 我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它的视频 它里面就有很高级 我们有学生说 如何增加我们的记忆 例如 这些字律 有第二种字律 有两种字律 有一个字律 一种字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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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不觉得 不看一种字律 不看一样 不看一样 一种字律 你把它的字律 用力 你不能看一样 不看一样 但它是在你的内脑 不看一样 当你能够解决 你會把你的記憶更深入 到長期的記憶 所以這不是一個忽略的 讓你記憶更多 而是你所思考的 你必須要想更多 所以你能記憶更多 我有幫助學生背這個譜 他每次背譜 有一個學生就說 我記不得我就很快看譜 結果他每一次都記不得 所以我跟他講說你記不得 你不要馬上看 你先聽一下 你try 你是在鋼琴前try 意思是怎麼樣 他其實記得了 他只是技巧沒有記得 所以他try了幾次之後 他說其實他不需要補 補頭在長台 他必須要去這個try and error 去想 這個我覺得跟你剛剛講的transcribe很像 你必須要從不同作詞 去用你的戲去解這個 心中的這個講話 好 我很高興那個子余帶來 余喬 余喬 余喬帶來不同的題目 好 誰還要 分享 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最近的 這樣很難 你要不要再說 沒有 現在幾點了 現在下課太早了 我跟妳講 這邊呢 這邊 我有看了你的影片啊 不錯啊 下個禮拜 下禮拜沒有那麼多時間 嘿 你們不需要準備就上來 先講一下 這邊有沒有 電機器 這裡 這邊多 我跟她講喔 我不希望留到超過十二點 所以 以後沒有分享 那就是 我是禮拜的所有的學生 所以大家要把握這個機會 我也希望說大家幾個東西 你一定有好東西 除非你覺得 做得很難 我看了不是覺得大家都做得很不錯 好 我們這一次喔 我們看至少有好多同學 講到語言學習跟音樂有關 剛剛路邊通在一起 他們用唱歌 他們覺得唱歌是最 最簡單最輕鬆 然後華語所有一位同學 用唱歌叫華語 好這個非常好幾位同學 都有這個相關的意義 好那我就直接講了 因為你是幾號 48 48 打電丸也學華語的那一個 對啊 我剛剛看你 連手上都還一直在打電丸 這對我來說就是 日常工作 日常工作這樣 對我來說電丸 為什麼我說用電丸可以學外語呢 就是 首先電丸有三大課 第一點 它能夠吸引你的注意力 我們要應付的 一定要有持續性的 持續性的有東西進來 那什麼東西可以 完全讓我們 focus在裡面 而且不會讓你尊心 電丸不就是最好的一個方法 很少 我發現喜歡打電丸的人 一打就是好幾個小時下去 然後很少會中場休息什麼 可是看書可能 看一下啊累了 我就吃東西 我就喝個水 我就站著什麼 怎樣之類的 電丸為什麼吸引人 因為電丸有 裡面有漂亮的風情 有刺激的戰鬥 還有很吸引人的劇情文本 還有電丸為什麼 第二個我覺得 第二點 電丸為什麼好的一點就是 你今天不管是看漫畫 看電影還是讀小說 你都永遠 一個不會變的事實 就是你一定是 一個第三人稱 由於你永遠在於那個故事的外面 你沒辦法加入 你沒辦法產生那種參與感 可是玩電丸的時候 你就是那個主角 你可以控制整個遊戲的進行過程 而你甚至可以在裡面 選擇你想要的情境 來學習你要的 你要的語言 例如說 我今天在遊戲裡面 我可能想要買個東西 我就找商人 然後可能就跟商人 在遊戲裡面 跟商人的對話選項 你就可以學到 我該怎麼做買賣 然後學習這種語言 或者是 你遇到疑人跟你嗆家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學著 怎麼跟人家吵架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我覺得 電玩可以玩學語言的最大好處就是 因為現在科技進步 然後遊戲 而且大家越來越注重娛樂的東西 所以遊戲公司一家又一家的出來 然後你就會發現 當你玩完一款舊遊戲 竟然新遊戲已經出來了 你永遠不用擔心說 你找不到資源 讓你繼續運活的下去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在我自己的影片裡面 就只講這三點 所以我就大概提一下 然後播一下 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文本 你知道的話 有機動的四季 SGB 跟外面的 我覺得 一個人也能夠好好 用機動的引渡 做的 Input 生意外 所以現在 有機動的四季 SGB 你就會發現 任何遊戲 都是全你一定配置的 或是你的問題 會跟你說話 同學 如果考慮講自公戲 我們自公也有很多人 就殺電話 對 就你根本不是 人家 來跟你說話 好 來 那我問你 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好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我們單機遊戲有助於 增加我們外 你自己玩了很久對不對 對 我第一次覺得說 我對外語進步 就因為我玩電話開始 因為 怎麼說 台灣的電話遊戲 怎麼都發展不起來 結果就是 想趕快玩到好玩的遊戲 可是都沒有人要反應 結果就變成說 硬著頭皮去玩外玩遊戲 然後玩著玩著發現自己 看得懂的就越來越多了 而且現在很多遊戲 因為檔案越做越大 裡面一堆角色 就他不是主要角色 跑龍套的角色 也會跟你講一堆對話 這樣 結果就變成說 你一直在停 所以我發現電話 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非常好 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好幾屆 不只以為同學報告 類似的題目 我們也對電話 又愛又憤 為什麼呢 他剛剛講 Game More Engaged 他剛剛講一個 More Engaged Because you are really participate in the game Reading the novel have that ability to some time 你讀者真的投入了 你就好喜歡讀 對不對 看電影也是一樣 但是 Probably Game is more easily to make more engaging the process 這就是他吸引的地方 一上了就 就很好 如果說以心理學 是在各方面的角度 在轉移 你會在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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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轉移 轉移 可以在轉移